实际上的时间还剩不足一分钟 我们赶紧跑出门 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们成了第一个从306宿舍逃出来的人 犯贱 你在厕所里到底经历了什么 里面是不是关着怪物 对 里面的怪物应该是变成了使真香的长相 同样也是在消磨我们的时间 我用热水逼问出了真正胜利的规则逃了出来 可是规则上面不是说 零点之后不能去厕所吗 不知道 也许这一条规则也是针对怪物来说的 只对怪物有效 在三军任犯贱没有受伤之后 我们复盘了一下使真香的死因 决定找机会去问宿管阿姨 再次来到宿管市 幸运的是只有刘阿姨自己在 我开口说 阿姨我们想 刘阿姨打断了我的话 我们四个蒙了 不是人的东西 从这间屋子出去 不要以为能瞒得过 怪物的身上有令人厌恶的味道 喷香水也掩盖不住 我们四个人里只有犯贱喷了香水 不可能 犯贱一天24小时 都和我们待在一起 怎么可能是怪物 我打心眼里不愿意相信 可犯贱一句话也不说 他居然真的默默退了出去 大伙的眼泪说来就来 你怎么会是怪物 你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啊 其实 306厕所里根本没有怪物 零点之后 被关在厕所里的人 会逐渐变异 等我脑海里 开始接受怪物的规则时 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变化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原来犯贱不是从怪物口中得知了比赛胜利的方法 而是他自己变成了怪物 获取了怪物才知道的规则 这怪物又怎么样 你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兄弟 违抗规则指令的怪物将被清除 它只会越来越虚弱 直到腐化 我们全都傻在了原地 要我伤害无辜的人 换自己狗活 我做不到 所以抓紧时间 在我消失之前 把真相找出来 好歹也让我能死个明白 我们三个人失声痛哭 无法面对残酷的现实 明明我们已经接近了真相 明明我们马上就能逃出这里 一切很快就结束 你们快点 还有十分钟 我就该换盘了 院长到底犯了什么罪 使真相为什么会被判挂科 陈阿姨为什么不报警 还有财务管理员 他又帮校长做了什么 刘阿姨听到我们问了这么多具体的问题 难得露出了微笑 我没有亲眼看见 但我听徐姐说过很多次 使真相经常凌晨三四点钟从外面回来 每次回来还是一身的少 应该是和别人打架了 但是我们也没有多问 直到有一次他职业班 碰巧看见使真相跟着一辆蓝色轿车 那里坐着一个男孩 第二天在学校里打听 才知道是使真相他们学院院长的车 那个男孩是使真相的男朋友 后来那个男孩子跳楼了 使真相这孩子发了疯一样 说院长逼迫女孩子还找人打他 可是没有人敢相信他的话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再后来使真相就死了 他尝试了反抗 可院长支出了一笔钱 给女孩家属封口 财务管理员也帮着隐瞒了这件事 因为他的大闹 甚至全部挂科 他的社友明明知道 他每天遍体鳞伤地回来 却没有人为这件事作证 终于真相大白了 幻见倒下了 彻底留在了这奇幻世界之中 而我们则被传回了现实世界 关注小七